这一节我们讲一些node.js和前端.js的区别 JavaScript的我们就简读为gs 就不读这么复杂了 这一节主要简单的支持点是 第一个ecmascript ecmascript的我们就简称es 前面这个e和后面这个es 然后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gs 指的是前端.js 浏览器中进行的gs 还有就是node.js node.js我们就没法再去简称了 他就叫node.js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node.js和前端的这个gs 有什么区别以及这个es 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es es是什么东西呢 es首先他是定义了语法 就是es他本身只有语法和词法 我们就这就简称就叫语法吧 然后他是 写gs和写node.js必须遵守的 这点呢我们后面会再继续讲 总之你这样要记住 es定义的是语法 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语法包含 变量定义 循环判断 函数 以及我们常说的这个 原型原型链 作用预和壁包 以及异步 像上述这些都是一些语法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变量怎么定义 像es的变量是没有类型的 全部用r来定义 对吧 没有什么字符串 什么int 什么string这种类型 没有 循环怎么写 然后判断怎么写 函数该怎么写 以及 像原型是什么样子 然后壁包什么样子 一步我们该怎么处理 这都是 es这个规范中 去定义的 然后具体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软一峰老师的 es6的简介的这个 网站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 左侧 目录 大家看 字符串 正则数字 函数数 数组对象 Sumball SizeMap 什么 Promise 什么 Reflector Proxy 这些 还有Class Director 还有Decreator 还有什么 Iribuffer 这些 全部都是语法的东西 就是说 全部都是语法的东西 就他没法干一些实际的东西 比如说 他不能操作DOM 他也不能监听这个Click事件 他也不能发送RJX请求 他也不能处理ATP请求 他也不能操作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有这个ES的话 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可以写一个函数算一个加法乘法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我们网页中往往要点一个按钮之后 要触发什么样的事件 然后要 发送什么样的网络请求 找到结果之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DOM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这个展示那个不展示 之类的 比如说提示 请求成功 提示请求失败 这些 如果只有ES的话 我们这些是一点都做不了的 一点都做不了的 这就是这个ES的一个地位 ES只是定义了语法 然后GS是什么呢 GS它是使用了ES的语法规范 然后外加什么的 外加web API 这两个缺一不可 就是它 使用了ES的语法规范 外加web API 大家看这个 ES的语法规范是由这个ES标准来制定的 但是web API呢 它是什么标准 它是w3c的标准 w3c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就这两个标准和规范加起来 缺一不可才是这个GS web API 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包含DOM操作 BOM操作 射件保定 安迦克斯等等这些 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什么socket 还有什么 htp请求 包括这个web API 都是w3c的标准定义的 这两个缺一不可 然后这两个结合起来之后 才可以完成 浏览器段的任何操作 比如说我们只有API 我们只有API 我们没有语法 我们这个API是不能成立的 它只能算是一个 尾代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写而已 它不能运行 有了语法之后 我们才可以去运行 按照规范来写这段程序 但是只有语法 没有API呢 我们又没法完成这些DOM BOM还有射件保定 还有Idex等的这些操作 所以说两者结合起来之后 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前端的浏览器的这个GS 才可以完成浏览器段的任何操作 对不对 这个我们学前端的同学应该比较了解 然后Nodal.js什么呢 应该是和前端GS一样的 它也是使用了这个ES的语法规范 外加Nodal.js API 然后这两个也是缺一不可 Nodal.js API它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处理ATP领求 然后处理文件 等等这些 具体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它的一些网站 我们可以看这个Nodal.js 然后里面有个API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里面 它包含什么 比如说什么buffer 什么 集群 什么控制台 什么 欲啊 异常啊 看这个FS文件啊 等等这些 ATP啊 这些 这些就是Nodal.js的API 这是它的文档 比如说我们 打开这个FS文件系统之后 我们往下随便 翻一下 我们找到代码 看 代码中它是 这个代码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 这个没有关系啊 这个不影响我们 这次讲解 这个代码中它是完全符合这个ES的语法规范的 但是它其中用的一些API 比如说fs.rename fs.state 这些是由 Nodal.js 这个API来定义的 但它的语法是使用的ES的语法 好我们继续 所以说跟那个 前端的GS一样啊 它们两者结合 就是ES的语法规范结合 然后外加 Nodal.js API 这两个结合才能完成 所有端的任何操作 也是两者 缺一不可 这个 我相信通过刚才的这个 前端GS讲解 咱们这个Nodal.js 这一块 ES和API的关系 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正好是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 ES是什么呢 ES是语法规范 它没有任何实际的 价值啊 这么说可能是有点不恰当 但它确实是没有实际的价值 只有ES没有API的话 我们什么实际的东西都做不了 但是Nodal.js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ES加上Nodal.js API 有了语法规范之后 再有了API 我们就可以操作任何的事情 这是Nodal.js 前端GS就等于 ES加上什么加上Web API 那些API的规范 然后这个Nodal.js 等于这两个 然后 前端GS等于那两个 这都是相互相成 对应好的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好 理解 Nodal.js这个组成 讲完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点是 Common.js的模块化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用到的 第二点是 这个Debugger 就是 调试 调试这一块呢 它和那个 前端GS 有点不同 我们可以记住这个 VSCode的工具来进行调试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这两块直接代码演示一下 也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就 我可以记住这个 这一块 这就是 我也要用它 我可以记住这个